地球巨火星 地球和火星运转周期不一样 所以距离是不断变化的 它们之间的最近距离 约为5500万公里 最远距离则超过4亿公里 两者之间的近距离接触 大约每15年出现一次 目前火星探测器飞比火星的时间 大概要7个月左右 但这也并不等同于 人类可以到达火星的时间 人类移居不仅需要 克服长时间空间飞行对身心的考验 还需要更大量的燃料来驱动飞船 所以要登陆火星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要研制出大推力的重型火箭 美国 俄罗斯和欧洲 针对火星登陆进行的研究表明 登陆火星任务最合适的人数 因为4人或6人 这表明 需要设计一个相当大的飞船 来提供4或6个人 在漫长的任务执行过程中 所需要的生存环境 以及氧气 食物 水 燃料等物资 阿波罗载人登月飞船 大约重50吨 所以飞得更远 载人更多的载人火星飞船 会更重 因此要实现太空移民 最根本的方法 就需要尽量缩短宇宙航行的时间 即研制出全新的推进系统 最近科学家提出了一种短途空间旅行方案 只需要30天就能完成一次火星之旅 媒体近日报道 太阳和其他恒星的动力源 核聚变 将来可用于助推火箭 使航天员最快能够在30天内劳烦火星 当然 如果想大规模的移民 还需要研制出更先进 成本更低 速度更快的运输系统 美国宇航局的创新先进概念计划 也试图打造核动力火箭 科学家认为 这样的飞船是可实现的 预计今年将进行部分系统测试 通过磁场来约束等离子体行为 如果试验获得成功 最终将被应用到第一代星际航行的飞船上 足以满足我们对太阳系各个角落的探索任务 此外科学家还提出可以先载人登陆小行星 然后以小行星作为中转站 再登陆火星或其他类地行星 因此 最近美国计划在今后十年内捕获一颗小行星 把它移动至金月球轨道 这也是人类为了登陆火星进行的一种尝试